为了帮助建筑业从疫情中复苏 政府将拨款2000万元资助业者实施数码方案 确保工作场所和员工的安全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在国际建筑环境周开幕式上宣布了这项消息 耗资2000万元的计划将协助企业支付高达80%的数码设备费用 包括了引进联幕识别系统、体温扫描器等设备 每个项目的资助顶限是2万元 工资最迟必须在明年底落实方案 11月起,业者也可以使用云端平台共享标准模板 节省时间减少错误 大家好 谢谢大家